小刺猬一家三口住在小树林里 生活得非常幸福 有一天,小刺猬的爸爸妈妈生病了 而家里储存的食物也刚好吃光了 因此,小刺猬决定自己出去找食物 小刺猬走出家门,来到了一片树林里 他看见树根旁边长着几个色彩鲜艳的大蘑菇 像一把撑开的小花伞 他想,这么大的蘑菇啊,炖汤一定有营养 想到这儿,小刺猬跑了过去 抱着一个大蘑菇使劲一推 只听咔嚓一声,大蘑菇被推倒了 小刺猬高高兴兴地抱着这个大蘑菇回家了 一进家门,他就大声嚷道 妈妈,您看,我找回来一个大蘑菇 妈妈看了看,急忙说道 孩子啊,这是毒蘑菇不能吃的 爸爸说,你要找树上结着的红色果实 我们才能吃哦 小刺猬跑出了家门,来到了一个菜园 他看见一些绿绿的植物上挂着一串串长长的红红的东西 像燃起的一团火 小刺猬心想 这就是爸爸让我找的食物吧 小刺猬摘下几个红红的果实 扛着回家了 一进家门,小刺猬就嚷嚷 爸爸,您要的红色的食物,我找回来了 妈妈一看,笑了笑说 孩子,这是辣椒,我们不能吃的 爸爸说 傻孩子,要到果树上找那些长红了的果实 能不能吃,自己尝一尝就知道了 小刺猬高兴地说 哦,我知道了 小刺猬走出家门,来到一个果园 他看见果树上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果实 好像挂了一束的红灯笼 小刺猬心想 嗯,这应该就是我要找的食物吧 他跑到一棵果树下 蹭蹭蹭爬上树 拽下一个来 闻了闻 哇,好香啊 咬一口 嗯,好甜啊 真好吃 于是,小刺猬抱着一根果汁 使劲摇晃着 扑通扑通 又大又红的果实落了一地 小刺猬心想 嗯,这么多的食物 我怎么拿回家呀 他想啊想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于是,他在地上打了几个果 红红的果实便扎了满身 小刺猬高高兴兴地背着果实回了家 小刺猬的爸爸妈妈一看 高兴地说 嗯,这才是我们最爱吃的苹果呢 小刺猬听了 开心地笑了起来 小刺猬一家人 吃着香甜可口的苹果 开心极了 小朋友 你们说 小刺猬最后的办法聪明吗